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神陈奕迅 他在2010年时 甲红馆举办18场演唱会 陈奕迅三度出来唱安歌曲 让演唱会足足唱满四小时 一直到凌晨12点50分才结束 超时罚款80末台币 第一个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歌手 是新日歌声许冠杰 他在1983年5月 就抢先在红馆开秀 同年12月邓丽君 才接着到后面举办 15周年演唱会 堪称男女开馆之冠 若以乐团来说 1991年 Be On在这儿举办演唱会 算是乐团界第一人 曾经登上红馆艺人不少 但乱起年纪 林志颖堪称第一 在1993年林志颖才17岁的时候 他就踏上红馆舞台 成为在红馆举办演唱会最年轻的歌手 比起唱次的话 当然就是须小晃 他1992年从今月9日到8月20日 连续举行43场演唱会 记录无人能敌 张趣友的雪兰胡泽 以四十二场巨刺 陈毅旭安可取唱太多被罚款 发射自陈毅旭脸书 许冠杰 是第一个登上红馆舞台的歌手 发射自许冠杰微博 林志颖当年在红馆看 演唱会年纪标期 发射自梦想家 林志颖微博 演唱会年纪标期